沒有吧 醫生 一定要保護我的孩子 醫生怎麼樣 孕婦師姐過冬 你們保大孩子保小 保小保小 醫生啊 一定要保護我的小孫子啊 這個賤人真是呆哥 日夕還晚了 今天自己的孩子都想害死 死了也活該 我没想到西约妹妹 这么介意我的存在 宁愿不要孩子也要赶我走 如果我当时在场就应该 不关你的事 是接着她怠惯的 李宁愿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但不是现在 病人情况不好 请进快做出决定 老大 你疯了吗 为了这个女人想看成自己的孩子吗 今天谁要赶出保镜 我该没完 好 这里只有我是跟你家说 听我的 你 她有这个心理 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妈了 跟她拽手术 马上离婚 妈 之后的事之后再说 西约妹妹才做完手术就提离婚 妈她只会更难受 她会为了这个孩子伤心吗 她的眼里只有货家的钱 无论如何 西约也是陪我从国道游走过来的 离婚的事 等她需要好再说吧 雨晗呢 你这心里要是还有我这个妈 就赶紧跟她离婚 把婉容娶回家 我家久末没趟 李新月 瞧 这是雨晗啊送给我的建议 哥哥 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了 就会和你离婚 孩子啊 叫我F 我不会和雨晗离婚的 我的孩子也不会给你 就凭你这个没爹没娘养的贱面 也可以做货家的太太 你终于是个见不到光的小三而已 静静不是是罚就是 那你就和你肚子的小贱人 一起下瘟 那你就和你肚子的小贱人 一起下瘟 你的肥子 孩子 我的孩子呢 雨晗 我的孩子呢 我真没想到 你为了陷害婉容不惜连孩子的命 新月妹妹 我知道你恨我 但是你也不能那么狠心啊 那毕竟是你自己的孩子 是你推的 我是你害死了 我的孩子 够了你新月 够了你新月 雨晗 新月妹妹肯定是一时糊涂 你就别跟她计较了 新月妹妹 我知道你刚失去孩子 肯定很伤心 这样吧 你如果骂我能解析 那你就都骂我姐姐 你什么想着跟我假信心的 你个杀人相守 雨晗 那是死无缓中杀了我的孩子 雨晗 李新月 我本以为孩子这件事 能让你找到就绪 你到现在怎么还真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这样不相信 那我为你自己的 我怎么会害死我自己的孩子 李新月 我现在留你一命 已经算是很珍惜 有你以后天才能看到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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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如何 不被爱的那个人才是绝位人 活家太太这个位置啊 你承受不起 苏婉容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一球翻不过大了 哎 就凭你 准备怎么不放过我呀 哦对了 你这条贱命 你离开了货家 你还能活下去吗 嗯 苏婉容 李小姐 如果再不交信费用 医院和妈就要请你离开了 什么 可是我半天 刚没了孩子 先从没有钱 就我们也没有办法 医院又不是慈善机构 请您尽快交其费用 不然今晚就得离开 我一个 你好狠的心 枉非我们这么多年夫妻 一天情分都不讲 什么夫妻啊 什么夫妻啊 你赶紧跟我们家雨晗离婚 把这签了 别再签到我们家雨晗 妈 你这是 装什么装 在我们货家白吃白喝这么多年 又害死了我们货家的孙子 雨晗当然要和你离婚了 我没有 妈 不是我孩子 是苏婉容孩子 是苏婉容孩子 你还敢狡辩 你这个丧文星 雨晗娶了你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我这么多年在皇家 知道 你这个贱人就是看着我们家雨晗 飞黄腾达了 再缠着他不放的 你给我滚 赶紧锁出货架 这也是雨晗的意思 哈 雨晗说了 看着你呀 就恶心 你呀 就死了这条心吧 赶紧把字签了 不然用这好看的 您是李星月家属吗 您是李星月家属吗 怎么 您如果再不缴清住院费用的话 今天就会被赶出医院 他月份大却留了产 如果不休养好 他有可能再也没有生育能力 他现在和我们霍家 一点关系都没有 霍家白养了他这么多年 怎么 离婚了 还想花霍家的钱吗 可是 没有可是 想要再找他去 幸福还跟他离开 这个人下蛋的精 死了活该 霍家 这些天我为你做的还不够多吗 我和你结婚了 你连戒指都买不起 从在你有钱了 却把戒指送给了苏婉容 我和你孩子都为了爱死了 你现在要别的 那我算什么 我和你 我和你 我和你最为我的孩子报仇 我要让你们尝尝这痛苦于生生不如死的滋味 我只在我难以阻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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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你霍家 敢欺负我李少康的女儿 你对结婚妻子都能这么狠心 显知狼心狗肺死不足 欣悦 你醒了 你让我做书 你不谢谢 我是你爸 我是你哥 来 喝水 欣悦 你看 这个是我们李家子女 你出生就会带着一杯 你那儿应该也有一杯 你那儿应该也有一杯 就是 肚子 肚子喊得点痛 欣悦 你知不知道 你住手 欣悦 你知不知道 你住手 什么事你就告诉我吧 欣悦 有个事 你不用知道 爸一定想办法 你知不知道 是不是我们都还原了 是不是我们都还原了 当初我出院的时候 医生就告诉我 说是我不很好休养 我可能这辈子就不能申愿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可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 你不办法 我许晗 你这个畜生 这一丑 我要自己报 负责 他借我心头之痕 好 好 爸都听你了 你记住 画好你哥 是你坚决的后盾 新人 这个卡 没有限了 它是财富和权力的象征 以后你出去带着他 谢谢 罗川呢 这两天等得没好了 你带他出去转转 放心吧 不 按道理来说 我该带你 为什么这么起来 但又怕你在家里闷闷 我带你出去 等会儿看着 随便拍 有一个戒指我倒挺想要的 戒指 有什么特别的吗 也没什么特别的 只不过我想明白了 戒指 也不定非要别人送给我 我也可以送给我自己 接个电话 诶 诶 max 万尚 啊 Om 欣悦妹妹 你就不要打肿脸出胖子了 这种地方 卖的可吃你这个地汤啊 你一个小三上位 买东西还得看男人的脸 你 哦对了 你还没上位呢 李欣悦 你能不能不要在这丢人线 也不说八道 我很快呢 就是雨晗的妻子了 受长辈的认可 我家明媒正确的妻子 请我不要的破烂 有什么好多 谁是破烂 谁心里清楚 像你这种 没见过世面的家庭主妇 也被到这儿来 保安 这位女士没有邀请函 看她这样的 一看就是 进来买东西 买不起个土包子 赶紧把她赶出去 以免她闹事 明白吗 小姐 请出是你的邀请函 没有 不过和我同行的人有 她就接电话了 一会儿回来 李希悦 你能不能不要 为了你这点可怜的 虚荣轻说这种大话 如果等会 就能拿出了邀请函 你们俩就承认 刚才说的话 是狗叫怎么的 保安 还不赶紧把她赶出去啊 住手 敢动咱试试 敢动咱试试 这就是你们对待客人的态度 你刚才要吃 碰到她 我就把你的狗爪子 碰到 我就说呢 原来星月妹妹又攀上高之类啊 不过也好 没钱不要紧 看一看 也总算长重生 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我还要感谢你呢 捡了我不要的破烂 才能让我有机会认识了洛川 不然在霍家 蛮有机会见什么世面啊 前几天才到跟我离婚了 现在就开始跟我打别人男人了 你自己不捡点 你别丢我霍宇涵的脸 你嘴巴给我放干净 自己那两个后事 还跟你说别人 没本事的男人啊 就只会喜欢搞别人的本事 你而且还至于蛮理解的问题 没本事的男人才会抛弃自己的妻子去找前任 你以为赚了几个小钱 就能彻底摆着穷人的身份吗 对吧 李星月 你现在敢打我了是吧 你少在这血口喷人 你不要以为给个土老板做情妇了 就可以为何欲为 我怎么听说 做情妇是苏小姐的专长 苏小姐还是多担心担心自己的 见不得光的老虎 就少在光天化之下浪窜 没必要跟这种人废话 我们进去 嗯 女孩 你看她 刚跟你结婚就变这样 我也没见过这方人 不知道哪来的自信 这么自以为是 情体之外而已 一会儿等他们交不起价的时候 看他们还敢嘴硬 这是今天我们最后一件藏品 一枚十分美丽的粉钻戒指 名叫粉色之心 这颗超过六颗拉的粉钻 却纯粹无瑕 没有一点成灰的色调 抑郁着忠贞的爱和纯洁的心 它的珍贵不言而喻 喜欢的朋友 一定不能错过 你就用这名戒指 作为我们的婚戒 可以吗 婚戒的事 这我再说过 不过你要是喜欢的话 再个合适和一杯 起步价八百万 加价至少五十万 开始 八百万 八百五十万 九百五十万 一千万 他怎么能说起一千万 我看他就故意跟我们作对 继续 一千五百万 三千万 还要继续吗 雨晗 他故意抬价 好让我们接盘 继续 三千五百万 五千万 李星月 你和你那个土包子老板 能拿出五千万 我劝你不要乱交交 到最后拿不出钱来 苏小姐 何出思远啊 国一杯来这的呢 都是识货的 类似的钻剑 曾被排出一千五百万美国的价 我们也都是正常国家 你怎么能说我们是乱包 还有 真正想要的呢 恐怕还被你开始出手 你在说一千五百万美元吗 开什么玩笑 就你们这种土包子 能使什么货 六千万 六千万 七千万 八千万 九千万 一亿 一亿 不可能 他拿不出那么多钱 主持人 我认识他 他根本没那么多钱的 请你让他 不要扰乱的拍卖秩序 别再扰乱拍卖秩序 听不了人了吧 苏小姐 不要给不起钱 就开始乱咬 拍不到也没什么 主持人刚刚也说了 这枚戒指 象征的是 真真的爱和纯洁的心 你一个小三上位 应该不太适合这枚戒指 你胡说 这枚戒指 可是我们家雨桓 送给我的婚戒指吧 新月妹妹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和雨桓结婚的时候 没婚戒等你吧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跟你实现什么 心有不甘 别等一会儿 出不起价格 岂不是更丢人 这样吧 你现在呢 求求我 我还可以让我们家雨桓 去商场随便挑一个 给你补上 哦 原来是婚戒呀 那苏小姐肯定是势在必得了 霍总 你不至于 这点钱都舍不得吧 谁说我们出不起啊 一亿一千万 不如 出来带来卡和队股线 国际全国 再回来支付可以 抱歉先生 我们拍卖是要求现场捷付的 这点手册上也有标明 如果您钱不够 请不要乱报价 一亿一千万 一次 还有加价的吧 一亿一千万 两次 粉专之心 目前全球只有 只有一颗 尽管是 跟你出不起来 那边还有要加价的吗 不是想让我们买单吗 你明知道是这个要还要跟 我看他在讽刺 你出不了这么钱 我才跟的吗 那你让他输啊 一亿一千万 你看他输得起 三亿两千万 你看他就是故意的吧 明明要往上加 非得这个时候再加 你闭嘴 李星月 你什么意思 既然要准备加价 为什么要磨蹭这么久 啊 既然是婚季 我想着霍总 总不是为这点钱都舍不得 可是霍总舍不得 我舍得呀 那我当然要加价了 霍总你怎么还恼羞承诺了呢 李星月 你最好认清自己的身份 他们怎么可能负得起 他就是个无妇人 不然被霍家赶出去 给那个男人做情妇罢了 怎么可能出得了那么多 各位女士 您确定要以 一亿两千万的价格 拍下这枚戒 兴许还有别人要出嫁呢 现在问我 我怎么知道 一亿两千万 一次 一亿两千万 两次 还有加价的吧 一亿两千万 三次 成交 恭喜这位女士 拍着这枚 独一无二的粉钻之心 怎么样啊 星月妹妹 我还脱了吧 这么高的价钱 还有谁给我上加呀 我真不知道 该说你胆大 还是该说你愚蠢呢 我说我付不起了吧 星月妹妹 还做美梦呢 别再被骗了 再被一脚踹开 下巴来抬 李星月 我真没想到 你现在会变得这么虚伪 好啊 那我就看看 接下来这出戏 你该怎么演 这位女士 您确定您可以支付吗 如果毁约 是要承担巨额赔偿的 不知道这张卡 买不买得下这颗钻石呢 至尊黑金卡 什么 怎么可能 怎么会出现的罪 您好 我是这次参赖会的会长 不知道是您大家光临 实在是有失远远 我们这位主持人有眼无珠 您能看上我们这位介绍 是您的荣幸 您要是赏脸 却给您这 我还这么多 会长你好好看一看 像他们两个这种土包子 怎么可能有你说的那种卡 有什么问题吗 怎么会 你竟敢对我们的至尊黑金卡的持有者不敬 还不给我滚出去 我知道我是你疯了 我借你说话之前先掂量掂量自己 博士集团是你惹的钱 是吗 我怎么不知道一个刚有点寝室的小公子都敢跟我们李家叫板了 是你这少爷 李洛川 指望男人给你买东西 终究是靠不住的 还是得靠自己 你说的好听呀 李星月 你不也是一样做了李洛川的情妇 发上他的头 还换来着戒指吗 会长 有些疯狗是不是该亲出去了 还不能走 是是是 怎么办 是 对 给我等着 指望男人给你买东西 终究是靠不住的 还是得靠自己 啊 谢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给你世界上 我真给你世界上 我 我呢 你看 我呀已经有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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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群捧高踩低的贱人 李星月 我倒要看看 你还能得以多久 说不定啊 很快就会被你上甩 是吧 宇涵 行了别说了 哎呀 这道怎么样 哎 这个不错 很适合你 哎 宇涵呀 嗯 快来看个婚服 嗯 你们的婚妻呀 就快定下来了 妈 婚妻的事先还一回事 怎么 你还在想着李星月能见人啊 宇涵 是不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 你可以跟我说 不是啊 米国马上就在地图开展 时装竞选活动 这次的竞选结果直接影响 或是在国际上的发展 我看就冯妻先演会一下 可是这些可以交给手下的人办 不影响我们结婚的 宇涵收到税 这事啊可马虎不得 哎到时候啊 你就多帮忙他 我们营标啊 在家里结婚 可这双喜临门呢 阿姨 宇涵 你们说的对 这次呢是应该先以竞选为主 你们放心 我这次啊一定帮霍苏两家 拿下这个项目 嗯 馨月 你还没完全康复 要好好休息 谢谢哥 地图马上要举办 世界级的时装竞选 你这么喜欢服装设计 要不去试试 你这么喜欢服装设计 要不去试试 可是哥 虽然说我大学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可是我毕了业之后 都没工作 那又怎么样 我可相信你的实力啊 再说了 你背后可以我们理事集团呢 可是 你这个地码都嫌弃的故事 真是你的故事没有 赶紧把门破口作词了 专心在家照顾宇涵 妈 怎么 有意见呀 不同意离婚呀 我们货家车不养费物 赶紧把门破口作词了 我们货家车不养费物 不养费物 好 我参加 行 明天有个商业晚会 到时候呢 哥带你去见一些设计界的大女 他们可都是这次竞选的庭园 嗯 好 嗯 别怕了 走 休息休息 好 好 这 约翰 嗯 这次竞标的方案 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你放心 我一定能帮你拿下这次项目 我相信你的实力 幸福了 不辛苦啊 为了你做什么我的原因 不过听说 你心悦好像也要参加这次情绪 是 我 他自从爬上了李师太子爷之后 他真是越来越有本事 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 也有脸参加这样的决定 渣男剑女都能在 为什么我不能在啊 一个蛇蝎心肠的毒妇 也有脸参加这样的决定 渣男剑女都能在 为什么我不能在啊 一个三流院校毕业的土包子啊 肯定想参加世界级的服装设计绩 恐怕有些人啊 连报您的资格 露川 我怎么好像听到 有只狗在叫啊 有只狗在叫啊 李欣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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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对女人动手 下了男人吗 算了于寒 有些人啊 恐怕只能在评委面前 展示家庭主妇该穿什么样的围裙 没什么威胁啊 李欣悦 就你大学学的那点伎俩 连当个破财缝都不够 你再敢招惹欣悦 你信不信我让你获释 那你也有这个本事 李洛川 李欣悦只不过是一个一无是处的欺负吧 你来把他当个宝贝 你脑子没坏了 你要想永远都开不了口 我李氏多的是本 用记警告的话我不想再说第三遍 李氏集团的太子爷李洛川 居然喜欢玩别人剩下的人 今天还真的让人大开眼界啊 你不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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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被我说痛点了 那我需要弄了是吧 不穿 不知道 吴雨晗 你一个抛弃弃子的渣男 有什么资格至于别人 李欣悦 你真的以为李家会让一个 连孩子都不要的毒妇精 信货的 你怎么找死 我告诉你的 想拿下这次服装竞标 做梦 我向我们走 吴雨晗 你说如果李洛川真的动入李家势力帮李欣悦 我们该怎么办 不用担心 我已经请到了国内最顶尖的尸体团队 除非他李洛川能请得动世界级的 否则别想要我们 如果我们能请到艾尼克斯团队就好了 有他在服装竞的事情没有他搞不定的 英国皇室都很难请到他团队 他李洛川就更可能请不老 行了 我们去准备吧 没错 没错 这不是欣悦妹妹吗 你设计团队呢 怎么就你一个人啊 你就打算这样让我成为你的水侠外奖 李洛川就是这样帮你的 他连个团队都搭建不起来 我看看他就是对你玩玩一个 他怎么对我关你什么事 你们只是要知道 今天的赢家是我就行了 我还真是第一次见这么不要脸的人了 没见过世面不要紧 但是怎么能连这俩自知名的名 你们还神神嘴皮在光复 都操心操心自己的 我们今天请来的可是世界第二的设计团队 你一个三流毕业的破财富 你也非说赢了 杜克大师呢 可是世界级的服装设计师 这里啊您最有评价资格 您帮我们新年妹妹给看一看 他到底有没有资格因你啊 像他这种 连最基本服装搭配都不合格的人 还不配这种 还真是 万年老二而已 什么时候成了世界第一再来跟我说配不配 太狂妄了 信不信我让整个时装界封杀你 你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家庭主妇 凭什么在这里嘲讽我们杜克大师啊 我劝你赶紧老老实实回家去吧 该滚回去人是你们吧 国内第一又怎么样 世界第一还不吊打你们吗 新月妹妹 你要是今天真把艾利克斯团队请来 再换一个事 我说李洛川怎么今天没来呢 他该不会是连一个三流团队都请不起 不想过来跟你一块丢人现眼的吧 只有你这种把承诺当屁一样的人 才会觉得别人做不到 李新月这样吧 你今天如果真的能把世界顶尖的艾利克斯团队请来 我就完成你一个夙愿 把我们家雨晗让给 垃圾啊 还是留给你自己 垃圾啊 还是留给你自己 怎么样 心虚了 你还真是不见光彩不落泪啊 杜克老师啊 给这位家庭主部解释解释啊 让他找找见识 艾利克斯先生 可是时尚界的凯撒大帝 谁见了他都得毕恭毕敬 请不到艾利克斯是你们无能 但是不要把无能当成劲了 李新月 你能不能学学婉容啊 认认真真的做个方案 而不是天天在这耍水皮子 学他 学他把别人推下楼 学他害死别人的孩子吗 李新月你必须给我喷人 他是自己摔下去的 他正要是想挑拨我们 你替我做主啊 李新月你个贱人 你打我 李新月你个贱人 你打我 李新月 你怎么变得这么恶毒 我真后悔当初我娶你 这就恶毒了 可惜你眼瞎 没有看到更恶毒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早就说过了 想拿下这次服装金镖我梦 真是不要客气的疯了 杜克先生 学上圈不应该出现这个 霍先生霍夫人 你们放心 这次金镖 非但拿不下来 我还会让他在石上圈 名誉扫地 好啊 这大少看看 你们有没有这个名呢 他既然 艾利克斯先生 艾利克斯先生 没想到能在这里遇见你 我是你的粉丝 一直都特别喜欢你的设计 艾利克斯先生 我是清美毕业的渡客 我们有过一面之缘 你是李小姐了 很抱歉 送机长来带渡了 没关系 来得刚刚好 怎么可能 他怎么可能认识艾利克斯 他们是你朋友吗 只是一群像把我赶走了真眼瞎吧 先生 您肯定是搞错了 他只不过是一个三流院校毕业的土包子 怎么可能是你口中李小姐呢 艾利克斯先生 您是时尚界的泰斗人物 我们都非常敬重 不过他只是一个洗衣做饭的家庭妇妇 闭嘴 李小姐是我的朋友 我不会让任何人羞辱他 我 立刻跪下 给李小姐道歉 否则我让你们付出尊重的代价 艾利克斯先生 您虽然是时尚界的大师 但想插手国内的事儿 恐怕办不到了 我会让你们失去海外所有的业务 这次进单 也让你们一无所有 是吗 你以为我霍氏集团就会让你知数折天 别 艾利克斯先生 看来您还是不太了解这里的佛情啊 这里讲究的是人情社会 这次博动的总负责人陈总 可是我的老朋友 李星月 我看你现在还拿什么感觉都进去 李小姐 这次看在艾利克斯先生的面子上 先原谅你的无力 既然你们已经没胜算了 还是趁早离开吧 谁说李小姐没有机会了 我现在的天赋 今天竞标获胜的团队 就是李星月团队 另外 从近日起 我方断绝一切与杜克团队的合作 并非发表声明 谁敢和杜克河 就会上我们的黑名单 你怎么翻脸不认人啊 要怪就怪你得罪了李氏集团的董事长李少康 怎么可能 你是不是弄错了 这里有误会吧 我怎么可能会得罪他 你要帮我求求情 白痴 得罪了谁你都不知道 李小姐 这是他们的错 李小姐 给我个机会吧 李小姐 陈总 他们都没有讲自己的设计方案 凭什么让他们获胜 你们这是黑幕 我获释需要一个合理的解释 有埃里克斯先生的支持 你们获释 有什么资格和李小姐竞争 我看你们还是省了这条心吧 你这也太不符合规矩了 哈哈 规矩 我现在就告诉你们 我们就是光明正大的搞黑幕 你们只不过是来陪跑的而已 评委明明很喜欢我的作品 把你们的评委和负责人给我叫出来 必须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不要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赶紧混吧 你凭这么卑劣的手段获胜 还真是和我言无耻啊 宇晗你 请你更尊重 我欺我自己的女人关你什么事 不要脸 李星月 我要撕了你 自己男人都管不住废物 宇晗你看到我 星月 刚刚我就当被狗咬了一个 你们俩给我听着 从今天开始 我会慢慢让你俩一无所有 李星月 我会慢慢让你俩一无所有 李星月 是 听说这次金楼会上 新货的那么多人 又为难你了 没事 两个手下败将而已 哈哈哈 不愧是我李少康的女儿 打开看 爸 这我不能要太贵重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能欺负我李少康的女儿 哪怕是简单的为难 我也要让她付出沉重的代价 谢谢爸 不管做什么都行 出来事儿 爸给你担着啊 快点快点 新任总经理马上到了 别默默唧唧的 李航 你看你们第一次来 没想到他们弄了这么大阵仗 欢迎你 我说过 我不信我就是 你们都没点眼力见儿嘛 信不信我把你们都开了 大小姐 您怎么来了 苏总之前有交代 如果您来 请你先离开 今天公司 恶大如药 怎么回事 最近红山集团收割了财呀 今天总经理上任 什么 红山资本 女孩 太好了 有了红山资本成要 我看李星月那个贱人 还怎么仗着李楼船的势力呢 张如 有了红山资本的加入 苏霍两家的合作会更加顺利 既然这样 那我们今天就见见这个星座 嗯 欣月 你怎么会来这儿 我想去哪儿还是要经过你的同意吗 嗯 啊 我知道了 你是来应聘的 正好我们公司缺一个扫厕所的经纪阿姨 看你挺符合的 今天就算是你爸来了 也得对我领章三分 我告诉你 财雅现在可是有红山资本成要 和红山相比 李氏集团就是个垃圾 还真是个井底吃蛙呀 现在护士集团 苏甲和红山联手 你不会真的以为 李洛川会为了你这么一个见不得光的情妇 得最自卑 据我所知 红山全资设够了财雅 该走的是你们俩的 明天你的门来这儿 他真的得看我的心情 这又是你跟你的情妇李洛川搞出来的新宝信 你别搞笑了 你以为李家能手眼通天 还能控制红山部 来人 把这个骗子给我赶出去 谁敢动手 谁敢动手 爸 你来干什么 你看你们真是活腻了 叔叔 你这是干什么 你个蠢货 我打你倒是亲的 赶紧给李主道歉 我为什么要给这个贱人道歉 你 叔叔 李总 这 李总 是红山资本派过了新任的总经理 你个赔钱货 是不是要想害死朱家生产 李总 我替这个不长眼的蠢货 给你道歉了 我们财雅非常欢迎您来担任总经理 看来苏家还是有聪明人的 爸 你是不是老糊涂了 他李新月就是靠男人上位的一个情妇罢了 怎么可能是红山资本派来的新任董事长 苏总 你女儿这么羞辱财雅新少人的总经理 是想要参加名誉扫地还是苏家家破人亡啊 你快闭嘴我没有你这个女儿 有什么事有我货席单 你有什么可怕的 不宇涵 你少拿五字当勇气了 龙山资本背后的财法就是李氏集团 你货事又能给谁撑腰 什么 李总 韩晴云 大人有大量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我可以不计较 只不过你女儿只是说了不该说的话 李氏就说够了财雅 如果她们知道 你女儿少知我流产的罪魁祸首 那她们会怎么做 我就不知道了 秦月 你这个贱人真是不得好死啊你 爸 是他污蔑我的 我 苏总 爸 你干什么 你 我 王荣就冤枉了 她什么都没有做 雨昂 你给我滚开 再让她这么孝道把腹在这里 谁也救不了她 雨昂快救我雨昂 苏总 李总 今天 王荣在这里给你折腾卸罪了 李昕月 你想弄出人命了才给爸凶了 你跟我说人命 当初我孩子没有说你怎么不说人命 你喊给我听孩子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们的孩子怎么可能会死 是非无分的蠢 孩子这两个字 你不配听 放手 你再说一遍 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看见你就恶心 恨不得你马上去死 李昕月 你这样就跟情妇李洛山爽死爽肥了什么 我告诉你 没门 从今天起 撤销苏宛容首席设计师的职位 调到厕所去当清洁工 调到厕所去当清洁工 苏总 你没有异议吧 只要李总 愿意放过他 我们一切照办 爸 我不要去找厕所 李昕月 你不要欺人太圣了你 欺负你又怎么样 想想当初你是怎么欺负我的 那是你自作自受 婉容已经被你害得到现在了 没有让他偿命 以及是我对他最大的忍辞 不要辞职 你休想拿你的总经理主席来羞辱我 没有我的同意 你永远都不能辞职 天使嘛 就算你是总经理你也没有资格管我 就凭你们苏家签下这份收购合同 首席设计师不能离职 否则 红山将会撤回所有的注资 财亚 也要承担上千万的赔偿 你这是诈骗 霸王条款 爸 你好好看看这个女人是怎么骗你的 合同上面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苏总 您是要为了您的宝贝女儿和李氏毁约吗 你这是属于霸王条款 我要去法院告你 等着被法律制裁吧 不要再胡闹了 你想让苏家倾家荡产不成吗 按照李总的丰富 赶紧拿着上把去厕所报道 爸 李总 只要您不测试 一切都听您的 赔偿我出了 苏伯父 你怎么能拿这件事 这人羞辱自己的女儿 不就是一千万 你休想拿这事羞辱我呢 你们自称自灭吧 雨晗 哪是你对我好 如果落在李星月手里 恐怕只有死路一条了 别怕 今天有我在 我看谁敢动 你是财亚董事长 又能怎么样呢 我们雨晗始终爱的只有我一个人 你也只是个发疯的 可怜虫罢了 霍雨晗 你还真是大方啊 就是不知道 霍氏 进不进得起这样折腾 霍氏的事不用你操心 回场我已经答应出了 现在你马上把婉容的批文批下了 行啊 我可以同意苏婉容辞职 但是从今天开始 李氏将会终止所有与霍氏的合作 李星月 采雅跟霍氏有上意的合作 你觉得李罗山会因为你得罪霍氏 你可以试试啊 到时候别怪我没提心 李星月 你别欺人太善 霍总你想清楚了没有 是想要赔付上意 让霍家倾家荡产 还是让苏婉容辞职你选一个吧 宇涵 宇涵 他只是在吓唬你 你千万别上当 不容 霍氏和蔡雅还有剩余的合作 宇涵你不会这样对我的对不对 你答应过我要救我 把他进去厕所 宇涵走厕所 宇涵走厕所 李星月你这个贱人 我今天受得出 我一定要让你十倍疯狂 李星月 我看你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 爸 对不起 是我连累你吗 还害得李氏的股票大跌 傻丫头 爸怎么会在意这些呢 你放心 爸会解决好一切的 没事 为此李氏集团决定 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 宇涵 你说今天李氏父子 会怎么回应丑闻 他们狗嘴里也吐不出什么像 幸亏我们家呀 早早甩了个贱人 真是丢的心 今天李氏亚院里 就有一件重要事要宣布 我召发13岁的女儿 已经找回来 李氏集团 是李氏集团的千金小姐 那个贱人居然是李氏集团的千金 这怎么可能 他不一直说自己是过的吗 不可能 这一定是李氏父子 为了掩盖丑闻而故意搞出来的 诡计 最近网上有很多忽然作用的人 李氏集团绝对不会放过 今天我李洛川正式宣布 将李氏继承人的身份 让给我的妹妹李新月 可你 新月 可自愿 拜托 我警告某些小人 最好我自联系 否则我李氏集团 绝对不善和安心 这个借 他得结婚这么久 这是骗咱们说他是个孤儿的 阿姨啊 他跟你没有真心爱过雨晗 他也从来没有把你当过家人 啊 啊 新月 新月你给我站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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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姐你给我站住 结婚这么多年 我还真不知道你有这么一层身份 你隐藏的够深啊 那是因为你有眼无珠 你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骗 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对待我们的感情 霍总 我们已经离婚了 更何况 你这么狼心狗肺的一个东西 也配置于我的真心 我真知道你这女人没眼好心 你瞒着所有人嫁给我们霍家 这是图谋不轨 你当你们霍家是什么紧窝一窝 以为所有人都会像苏婉容一样 费尽心思倒贴 你少在这里假装情告了 你还不是趁着我出国留学 趁机勾引语涵 你还是说你没有图谋不轨 当初你们霍家一贫如洗 你好不留情地抛弃霍语涵离开 现在你看货家发达了 又立马回来倒贴 你倒是见得精打细算了 你血口喷人 雨晗 他诬蔑我的 我可是一直很爱你的 我只问你一遍 你有没有 从来没有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最好好好不到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最好好好不到 你再问我一百遍 我的答案也是一样 从来没有 你这个女人就是个祸害 既然害死我们的孙子 又比雨晗跟你离婚 现在用理事 对我们家任意地报复 你们货家人不配救我的孩子 那是我的孙子 你这个女人真的那么狠毒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母亲 你简直能写得要命 李晓月 你害死了我们的孩子 你到现在还死不会干 你真的让我再死吗 霍玉涵 是你们纵容苏 害死我的孩子 下一个我要收拾的 就是你把祸家 你 你这个贱女人 你 妈 你怎么了妈 李晓月 你最好几句我爸没事 不然我给你被我按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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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妈怎么样了 病院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但是我们从他体内检查出一种罕见的病毒 目前只有瑞华公司的特效有才能知道 无论多少钱 你赶紧给我满用 赶紧给我满用 很抱歉 瑞华公司的特效药从不对外出售 连医院也没用 只等你们自己想办法了 我 虞华 你赶紧想想办法 喂 赶紧去查瑞华公司 无论多少代价一定要给我弄到特效药 尤雅 没事吧 好痛 坐起来 慢点啊 阿姨 你放心 我们已经派人去找特效药了 喂 郭总 我们查到瑞华公司是李氏集团的产业 好 许晗 这可怎么办 你心里这么恨我们 他肯定不会救阿姨的 看呀这老天爷 真的是想要我的命啊 他怎么可能会给我要 他巴不得我去死呢 阿姨 你一心别激动 李氏 可是有办法 我这个面 就是他给气出来的 他也是不给我要 我就找到你成命 成了吗 我会找到你了 等一下 我有事找李先生 太太 你少来哥儿新院 我跟你之间只有丑合 很有事可 李总 我和雨晗是重新上门道歉的 你至少也要听我听 雨晗 怎么办 李家实在是太无情了 他们肯定不会把药给阿姨 你们怎么来我家了 你们来我家干嘛 新生妹妹 阿姨病得很重 不能救救了他 有病去医院找我的吗 先生只有润滑的药能救我爸的病 你也在我们曾经是夫妻的份 就知道了 夫妻一场 当初离婚的时候 你会说我们夫妻姐 肯定吗 新月 你不放开 只要你肯定我妈 条件你随便看 你们祸下人的身份 和我有什么 我理事要 算救乞丐 也不会叫你们祸下人 李新月 阿姨的命就是被你气出来的 你李总应当应该给他药 再说了 他当初也剩你包包 你见死不救 你有没有良心啊 好啊 看在你这个儿媳 这么好的身上 答应你 你 什么意思 你不想要脱下药吗 给我跪下 我就跪你 你太卑鄙了 你休想吃人之味 李新月 你最好不要太过分 不想要就滚 别让我 希望你就说话做数 宇涵 那别被他骗了 他 那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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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错 求求你救救我的妈 哎呦 光你一个可不够啊 婶容 我才不要给他下队呢 他就是在骗你啊 哎呀 茀育值的病啊 越拖越严重 要是拖到最后 万一连你 Sheng 药都不管用 那可以怎么办 娥容 如果你还想嫁给我 就给我归心 如果我妈有什么闪失 也别想进我回家 新月妹妹 希望你可以不计前前 把药给阿姨 好啊 我原谅你 只要杜宇航 愿意删你删得我满意为止 我就把药给你 你就是想趁机凶务我 你根本不会把药给阿姨 你不要这么矜持了 我后晚你已经下回道歉了 你赶紧把药给我 当初你们害死我的害死 让我不愈不愈 凭什么觉得只要下回道歉 我就会原谅你吧 不要求求我的底线 不愿意就滚 新月 我愿意拿后世的股份来给你帮 我说了 我只要你山丝宛如山的 我满意为止 怎么 我答应你 你最好说到做到 这就心疼上了 你们现在遭了罪 还不起我当时的万分之一呢 霍卫涵 你不会真的觉得 我把药给你吧 我巴不得赵云之心死了 你 你敢杀我 是吗 你又怎样 我只会想看你被女人耍 像狗一样装的样子 女孩找死 快着 女孩 别打了 这个狗男女不知道 你再不找了新月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 走 怎么办 李星月那么无情 他根本不会把药给阿姨的 您好伤了 好多了 今天感觉这身体轻松不少呢 万荣 你这脸是怎么了 阿姨 这都是李星月那个贱人给害的 我今天和雨晗本来去给您求药 结果他趁机羞辱我们 妈 对不起 我没有把他去扰过来 我 那 我说的这个特效药是哪来的呀 这个是特效药 是啊 这里是刚刚派人送过来的呀 这个 不是你们弄的 阿姨 李星月根本没给我们特效药 他不仅让我和雨晗下跪道歉 他还想逼雨晗删我耳朵呢 李星月 你终究 还是孽子旧情 什么 他既然这么对你吗 那他还假今天都过来送药 他想干什么呀 阿姨啊 我跟你说他就是故意耍我们的 好让别人看笑话 一边折磨我们 还一边找人送药 简直就是假模假样 这个贱人 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过来给我送药 没想到 他借玩了这么多的手段 灵老妈 不是说他也把药送过来的 说明他看孽子旧情 我看之前的事 就当扯平吧 经什么扯平啊 他害死了我国家的孙子 我没把他送进监狱 你就算便宜他了 无论如何他也救了你的命 喜悦失去孩子也很难过 我看他的那个样子也不像庄呢 可能孩子真的是平安 宇晗呢 你为什么要向他说话呀 你忘了他当初是怎么对待我们家的了吗 好嘛 你先休息吧 你也在这儿看 看宇晗 阿姨啊 我跟你说 今天这一切恐怕都是李星月做的局啊 你说什么 你想想啊 当初他为了把我赶走 他不惜杀掉自己的孩子 他现在肯定是不择手段的加害货家 加害雨晗啊 一定是这样的 这个毒服 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我们都想个办法 好好地教训他一段 星月小姐恢复得很好 可以开始服药了 哥 怎么了 怎么还要吃药 这瑞华专门为你研制 治疗归云归云的特效药 你只要服了这个药啊 请能吃着地点康复 哥谢谢你 傻妹妹 这都是哥 应该做 今年能采打的夜景十分不错 希望大家明年可以继续努力 加倍成长 今晚不醉不归 来 你继续忙 你先去忙 李星月 你一次一次地抢走我的东西 今天晚上 我就让你好好尝尝 被凌辱滋味 喂 阿姨 你放心 一起按计划顺利进行 嗯 不好意思 星月小姐 我这边在车 估计要很晚才能到 没事 不用担心我 等一下自己回去 你啊美女 你干嘛 你干嘛 美女 你咋挺啊 你干嘛 咱们有 咱们有 咱们要更两句话 有 你回家 咱们要更两句话 送你回家嘛 这有什么蛋 你送你回家嘛 谁 谁啊 谁啊 死人 别动画前视行不行啊 等下来 拿着马 就这样 来 还打不打 我喊 兄弟走 算你喊 我滚 许月 走 许月 许月 你醒醒啊 行 你醒醒啊 我许月 许月 许月 我乱扔 我乱扔 我为什么不晚上一会儿 你醒醒啊 我乱扔 行啦 你别闹啦 姐 姐 你俩怎么这么烫 去我生病了 我乱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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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一点 你不要走 不要走 不要走 小合 乱扔 琪琪 啊 坏人还活蛋 给我死了 你干什么啊 昨晚明明是你勾引的我啊 我勾引你 我全勾勾勾勾勾引你 被你杀了 哎我这人之位 你开什么活气玩笑啊 昨晚不知道谁勾着我不放不让我走 要不是我救了你 你早就会被你那些活动给垫毫了 滚蛋 李徐 是我救了你连人谢谢的位子就要走啊 嗯 受到我瓢了个鸭 我还要对你负责不上 李馨月 小心我混音 女人多了去了 要不是昨天晚上我看你可怜 发发的那个样 你以为我碰 我还换你 我的臭衣服 这个队里人真要出来慢了 赶紧把这个拍下来 好你个李馨月 竟然参与飘舱 我们今天就要揭开你的队形 好让大家都看看 你到底是什么真面目 杰夫呢 竟敢当我们货家酒店来飘舱 今天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不要脸的杰夫 不 今天我就自贴行道 很瘢 妈是我 李馨 怎么是你啊 李馨 你怎么在这 我还想问你们呢 你们来搞什么鬼啊 不学买 滚出去 别滚了滚 真的是唱的一出好戏啊 李馨月 昨天晚上一定是这个女人勾引你的 对不对 我勾引她 这种货色倒贴我都不要 你个红飞剑 明天用这座手段 从里放到我们货架 昨晚不过是我寄我的睡了他 谁稀罕我们货架 不是 是我霍雨晗睡了他李星月 怎么可能 明天是没法逼的 对不对 雨晗 你怎么跟你们说 那个贱人 我带你走了吗 妈你还不嫌丢人吗 雨晗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呢 我是你未婚妻 你居然当着我的面 而且前妻滚烧灯 你快点起我吧 你还出售我后的 雨晗 你别送着那女的接济 她对你图帽不轨呢 我真服了你们 别闹了 雨晗 雨晗 别难过 只有你才是我们家 孤真的儿媳妇 你还要跟李氏千金 赵夫人 你家雨晗要和李氏千金 那怎么可能 我们雨晗呀 可是有个风期的 那外面怎么大家都在传 他和李氏千金的风流运势啊 胡说八道 难道真像大家说的 你们为了帮上李氏集团 不惜让货总现身啊 妈 不知道叫我回来干嘛 你今天和婉容就把证扯了 下周马上结婚 我公司还一大杯破事的 我哪开时间 结个婚能当我多长时间 你知道这因为上次酒店的事情 现在整个地度都在看我货家的笑话呢 他们爱笑就笑 我懒得理他们的 雨晗 货家现在迷运受损 李星月等着看笑话呢 没错 只有你们结婚了 我们才能返回这个局面 时间久了 没人会记得的 有个客户要见 没什么事 雨晗 我还没收完呢 阿姨 我看雨晗现在是被那个贱人 毁迷了心跳 这样下去 不知道有一天 后事会被毁掉的 叫我来 叫我干什么 李总 太感谢你三眼到这里来了 你看 这是我为你精心挑选的 小奶狗 小野狗 和小狼狗 保证你满意 李总好 李总好 你是不是什么意思 李总 我想和你聊聊 咱们采养合作的事情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 我会好好审核你们公司吧 李总先别走 快快伺候李总 保证你们 荣华富贵 李总 你看我怎么样 姐姐 让我还个根本 好好知道一下你吗 对 您相信我们 我们都专业了 李卿月 你怎么在这 你现在就变得这么不简单了 前两天才刚给我睡完 现在就开始出来找鸭子了 我找不找鸭子 关你什么事 你就是睡了一晚上 莫总 莫总现在真的玩不起呢 我玩不起 好 那你陪我玩 我都有心 看看咱俩修生 我不起 你一配 说实话 一天晚上这 明天二哥就能玩足 莫总 李总都说明不行了 你还赶紧走吧 大叔 我们都连脑射衰了 姐姐 你由我们来找 这里有你们说话的份吗 信不信我弄死你们 这个大叔好凶啊 他还要打我们呢 李董 我们就想伺候好你 我没有什么错 霍玉涵 你想明天全地都都知道 你个疼狠的总裁 就要和鸭子真分吃醋吗 欣悦 你真以为他们就是真心爱你的 我告诉你 这些人就是一群 健全任务的狗 你们两个 拿上这些钱 赶紧给我快吃蛋 你们两个 拿上这些钱 赶紧给我快吃蛋 把你们老板给我叫来 我要花一个亿买下这里 你好你们呀 这都是我的人 谢谢李总 李总真好气 我马上就去 姐 以后你这是我唯一的姐 我一定会好好知道你的 走 跟姐姐去嗨 李希悦你给我站住 你居然为了一个鸭子 当作我们走 我们前几天才刚睡过 我现在就翻脸不认人了是吧 我记得那天跟你睡的时候 我也给你钱了呀 不过你作为一个鸭子 这业务能力确实不怎么样 姐姐你放心 我的业务能力呀 在我们店里都是数一数二的好 好歹我们也是夫妻一场 你就为了一个鸭子当作给我来看是吧 夫妻一场 我当初嫁给你 只不过是过腻了富家欠金的生活 想找个人调剂调剂吧 大叔 你这么暴力姐姐是不会喜欢你的 你臭腰的给我闭嘴 手心我直接让你躺着去 没事吧 姐姐保护 听见没 有姐姐给我撑腰 大叔 有多远滚多远吧 不要再打扰我们约会了 大叔 有多远滚多远吧 不要再打扰我们约会了 我走 你干什么混坏 放手 你干什么混坏 打个毕业碎 敢在爷爷我的地盘 带我们老板走 我今天倒要看看谁敢打我的路 小心我霍氏明天直接让他破坑 霍氏集团算了什么东西 在爷爷我的眼里 李氏才是我们会所的大老板 我看你去找死 你个憋孙儿 快动手 李总 您放心玩 打扰您雅致的东西 我一定会收拾他 霍雨晗 我们已经离婚了 以后少对我指手画脚 姐姐今天兴致好 咱们去玩 目标人物已经到了 50万 捉掉他 这事儿 没有100万 根本就办不了 好商量 谢谢高姐您好 今天来接一下实际 谁陪你来的 是第一个 随便走吧 新闻相信 吃吧 新闻快走 你要死吧 封鸣 我还 是一号离了 出手 我也先报警了 出手 我也先报警了 报警有什么用啊 这次忙着来抓你了 出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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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去 快走 是吗 这就是你最喘的鸭子 我怎么知道他是个杀手啊 刚刚你受伤没啊 记得关心我 不是要和你的破鸭子一夜穿梢吗 郭予涵你幼稚不幼稚啊 都这种情况了 你还抓着这些放 哼 要不和你的破鸭子一夜穿梢 如果靠地了 你闹我够了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晚一点 一生生的我 我 你笑我 我 不该沉默是什么 该用感情 你笑我 我 如果不是我 郭予涵 你绝对不能有事 你休闲让我对你愧疚 一辈子都忘不掉你 你说 你说他怎么样回事 厉害你比脱离心境危险 幸好没有想到通销部轨 好好睡觉回去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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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郭予涵 快醒醒 你想赖着这样让我照顾你辈子吧 你这个害的精 我家看看你做没好事 你儿子呀 你觉得太帅俩了 才让他看着极有极可畅 你心悦 还真是个扫把心啊 把雨晗害成这个样子 你还有什么脸呆在这 赶紧滚出去 赶紧滚出去 我想呆哪 就呆 你手不酸气跳脚的模样 真更可惜 你可别忘了啊 你只是雨晗的前妻 我才是未婚妻 这有你什么事啊 好歹我曾经嫁进过霍家的吗 你还真是厚颜无耻 被霍家赶出门了 还能这么想这 赶紧滚出去 别再妄想勾医院了 其实我们满是人渣的地方 我还不愿意带你 你 儿子 你醒了 我阿姨担心死你了 薛总不在 你怎么还想着他呀 你为了那个贱人 差点命都没有了 他看你出事他就逃走了 要不是好心人把你送到医院了 阿姨早就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李星云不是这样的人 怎么不可能 是你问阿姨 是啊 我俩来的时候 这手术室里只有你一个人呢 李星云 我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无情人意 李星云 我没想到你还是这么无情人意 他把你害得还不够惨吗 希望你没了孩子 现在又要了你那般挑命 就是啊 余涵 您就算不为自己想想 您又为阿姨 为霍氏集团想想 余涵呢 就在妈求你了 妈就你这么一个儿子 你要是有什么事 妈可怎么活呀 你休息干什么 阿姨啊 李星云这次一定是看清楚了李星云的这面目 你快起来吧 你出院了 你就把婉容娶回家 家伙妈死了 都没脸去见我家的爹总爹总 你要是不答应 我就不起来了 妈 我答应 我答应了 余涵答应了 你快起来 干净起来 哈哈哈 李总 你之前让我查的那些事 已经调查清楚 找到确凿证据了 好 去门小俩 李星月 你是刚上厕所没洗澡呢 你刺激我也没用 我马上啊就是后家少妇人了 宇涵呢很快就会帮我说声了 好狗不倒道 我们要在帝都举行世纪婚礼 我特意啊来邀请你这个前妻参加 霍宇涵下次结婚的话 我定去 星月妹妹 你不敢来 是不是嫉妒我呀 怕看见我和宇涵那么恩爱 然后你 继续关会呀 嫉妒 嫉妒你抢了一个我不要的男人 李星月 你终究还是斗不过我 我还是坐上了货家上分的位置 那就恭喜你得偿所愿了 你放心啊 你婚礼的时候 我一定准时到 给你送上一种大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有朝一日我发达了 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好 我相信你 谢 有朝一日我一定会给你世界赏 最贵的就是 我呀已经有全世界最好的东西了 宇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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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或是疾病 都对他不理不及 我愿意 霍先生 你愿意去书交这回期吗 不论贫穷还是富有 健康或是疾病 都对他不理不及 霍先生 你愿意去书交这回期吗 我当然不愿意 是 霍先生 霍先生 不愿意 欣月 你来干什么 不是你邀请我来的吗 我来给你们孙孙孟大 我看不到游游游馆 在这床子借助你 我恨不得慢 这巨鱼就出来卖的 赶紧把她拍下来 好 我 你不小看我 那你就和你肚子的小劍种 一起下地獄 怎麽樣子婉容 喜歡我身上女婿嗎 某人 你這麽心事動重的 許一個殺死仇人 不怕你的孩子 來找你所命啊 這事情是假的 都是以心願合成的 說他故意在當心啊 想要過來我們婚裏的 說他故意在當心啊 想要過來我們婚裏的 何嘗啊 你好好看吧蘇文蓉 我告訴你有沒有什麼時候 啊 你沒有勇了 這些都是李心願搞出來的東西 要是你都賭出害臣的心了 跟你都不散了你 阿姨 如果這也是真的 那你幾不是參與了 麻煩李心願的時候 我沒有 我當然沒有麻煩他呀 都是你搞得不來 你想他跟我們婚裏的關係 把人帶上來 是你 是比你們被找遍是可憐的 那這個殺人的凶手 是你自己招 才說招就他逼你招了 我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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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倆 給了我一大筆錢 讓我來吃得很難 是他倆 給了我一大筆錢 讓我來吃得很難 你胡說八道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那你來的混賬東西 這該不像我 李心願 明明是你自己父親的 你也要撒嬌 還想把他弄掉 我的頭上 還真是死到臨頭 不值回感 那都是你和鄭家哥 唱都好 你想不像我吧 阿 他一直在利用我 你千萬別做了他的見識 有人 看 我 現在真具刻送 你還有什么可以進食 宋佛勇 宋佛勇 婚礼 许晓 婚礼 许晓 许晓 你不要去找我宋佛勇 我不论许是分析用分析上门门的 赵医生 你太让我说 我自己最爱的 是 你 是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你 我 我 你 你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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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就这样的亲子 却都想陷害我啊 刚才你这么出售复礼 才让我脱落后会迷了心跳 见人的规划 阿姨 要什么资格打我 我干的所有的准确 可都是定我女同意的 那见人敢打我 我害你心了 我来个犯了 那见人敢打我 我害你心了 我来个犯了 我来个犯了 我来 心悦 这都怪你 他一天都怪你 这一巴掌是为我死去的孩子 这一巴掌是为我自己 你骗什么这么对我 你骗什么 凭什么 想想当初你是这么对我的 我是你婆婆 你还想当初吗 我要感激你 我要感激你逼我离婚 逼我离开我家这个老婆 我已经抱了 你们两个人很惊讶 你怎么会让你抱你 别吵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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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可以答应你 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我要你把苏持所有股份 重要都不剩下 并且保证永远不再看我帝都 我就帮我做了 爸 爸 爸 你快答应他 你不行 爸 爸 你快答应他 一人做生意的人大 你自求多福 你自求多福 爸 爸你怎么能不管我呢 不管我呢 不管我呢 这个 他为什么这么做 你孩子我孩子的时候 为什么顾佳姐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你是好人吗 死完了我已經對你恨了一次了 月娥呢 兒子你都不管了 月娥 姐姐 月 我知道我媽不會被原諒 我也不欺求你的原諒 讓你看待會我求你兩次的份兒 你放回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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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願 你媽要回我今晚要殺我 我只是把她送進監獄 對她已經恨人死了 我會和她斷絕無此關係 你放心以後你絕對不會介紹她 會介紹她 月娥 你不能不要媽呀 我求你 你只要放過她 你讓我做什麼東西啊 好 我的孩子 看著你為我擋不倒的份上我碰過她 別人從今天開始 我與你們活起來 我下巴 累得 我下巴 我下巴 定 我们都 彼得也给家中 哭得 笑得 许悦 许悦你等等 放开我 我们之前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想告诉你 当初我们离婚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些 所以我敢原谅你们 我原谅 作为一个男人 你宁可相信别的女人 女人才能支持 对得起我吗 我知道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亲戚的说完的话 没错 这一切都是你的错 我当初就不应该嫁给你 如果我嫁给你 他们就不会相害我 我的孩子就不会死了 我也不会出现我的身影 许悦 这一切都是我的 我的错 心悦 你才给我一四季 毁秘不好吗 我不稀罕 毁含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我们团一局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机械 我们团团一局 谢 你 你 来这干什么 我这些小老人 只有我决定 我要重新追悔你 和你不管 你脑子坏了吧 我说不不想见到你 明月 我是认真的 我会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你 我要和你不管 你死了这条心脑 我就算是孤独中老都不跟你在一起 你 你干什么 郭云涵 郭云涵你放下我 郭云涵你干什么 你放得下来 郭云涵你干嘛 郭云涵 放开我 郭云涵你干什么 放开我 谢月 这些都是你大学时候做出了的设计稿 当时我们相遇 也是因为他们 这东西 你 花是往哪了 我不想信掉的 你能不能还给我呀 当然 可以 不然我救你干嘛 能看得出来 花得很不错 不用给你活 是真的吗 你是第一个这么说的人 拜托 有一点审美的人 估计都会说你很有才华 我从来没给别人看过 为什么 好东西就应该拿出来 为什么要常着夜软 我一直都觉得 我自己画的不够好 应该给别人看 你为什么这么没有自信 我要是你的话 我一定会嚣张到全校 都知道 我一直记得 你到处的梦想 就是作为名服装设计师 所以我连夜 让人把他们做服务 所以呢 把他们全部制作出来 原我当年开索服装的梦想吗 当然不是 我只是想告诉你 我一直都没有忘记过你的梦想 我想帮你实现 当年你妈强迫我辞职 在家当家庭主妇的时候 你怎么不想帮我实现梦想 当初跟彩雅合作 就是为了获释能够早一点 开索服装设计师 让你来担任手机设计师 为了我 你本命就是为了斯瓦容 因为我不知道吗 在你心里 我一直是不过差的替身而已 你怎么会这么想 我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作别人的替身 我知道我做了很多错事 我会好好迷补你的 用不着 你对我来说一句不重要 霍雅 我们之间的感情 就像这些故事的服装一样 法子该丢了 我都没有看到 我死了 许悦 你先别动 警察接过等会就出来了 恭喜恭喜 许悦小姐已经 华有两个月身孕了 没想到 赫小妖这么快要出来了 我孕有孩子了 你先出去吧 这孩子 是沪有寒的 我去弄死了 别去 我不想了 知道 因为你自己肯定有孩子经大 许悦 你还没有结婚 这孩子会拖累你 我去失去一个孩子 不能再失去一个孩子 不要告诉我以后 我不想再和货财长 认为关系 好 可答应你 从现在开始 都用所有的势力 打压货事 还要让货事 破产抖毙 郭总 不好了 什么 货事股价大跌 已是几般分分都 撤资了 你说什么 还有其他合作坊 都撤出来 我们货事 面临破产 可贵 小人 我看 有才能够出来 这回事搞我们货事 没把他出来的贱人是吗 让他气得来 别说出来 你真是个卑鄙笑 你想报仇冲我来啊 你现在把我们货事搞破身 你用我手底下的员工怎么办 货事的人是死时不关我什么事 要怪就怪他们 他们怎么个混蛋 还有 你对新月造成的伤口 就算让你过时过产一千死一万死 要是杀人犯 他肯定让你死造成事 我和新月之间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你偏看不过 我偏让你新月回到我身体后复会 你这种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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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 就算你是他哥 都没办法做 啊 为什么你在酒店里是贵了他怀你 啊 你想用孩子绑住他 做梦子 你是什么 新月回来了 你什么回来了 你怎么到时候是个游药 你简直狼心狗废 新月为你受了这么多委屈和伤害你 你居然还怀疑他骗你 啊 谁是李永存我为你 平素他不用为你 他想用环境当然是怎么回事 那是因为我让这黄泉就出治疗无欲无欲的特效药 这才治好好的他 要不然他只能一辈子生活在无法身体的阴影里 你救他嗎 你救他嗎 謝謝現在還手了 他不配是吧 滾 他 那我死吧 今天跟大家宣布一個好消息 蔡雅的首席服裝設計師 已經找到合適的人選了 顧欽琳 我的大學同學 英國皇家學院服裝設計碩士 國際新的服裝設計師 從今天開始 將正式入職我們蔡雅 恭喜大家 付出關照 儀總 我總來了 謝謝 這不是霍總嗎 哎呦 不好意思 我都忘了 霍氏已經破產了 霍總也不是總裁了 是個蠢光蛋 不記得 我記得 我跟歇月在一塊的時候 你可沒燒焦我 醒了會吧 你來想幹什麼 我是來采雅上班的 我是來采雅上班的 姐 我來應配做你的秘書 我已經有秘書了 況且 你也不配做我的秘書 你還是回家 銷售箱 機器組 求主公保佑一下 怎麼振作一下 霍氏集團 怎麼能屈尊降貴 當個小秘書呢 姐 對不起 李洛雅為了跟你說起 我的霍氏 我無話可說 也不會讓 我只希望 你給我個機會讓我再回去 霍氏沒了是你活該 這裡正經植物沒有 就有一個司機 來當不當 幹 我什麼時候都幹 這樣我就能帶在你身邊了 沒想到曾經吃他商界的貨益壇 現在既然淪落到 給別人當個小司機 哈哈哈哈 真是的 丟人現眼 哈哈哈哈 給自己老婆當司機 有什麼好丟人的 爹 這樣我就沒得到你吃 你還真是沒去能吃 爹 爹 到底是不是 你還站著幹嗎 開門 新月 其實我已經知道你朋友的事了 不管誰告訴你 都別妄想和我搶這個孩子 你誤會了新月 我只是想知道 你為什麼不願意把孩子的事情告訴我 告訴你幹什麼 告訴你 好讓這個孩子再次被害 怎麼我告訴你不可能 新月你相信我 我這次一定會好好保護你一個孩子 上次的事情絕對不會再次發生 不需要 更何況 更何況你現在已經不是什麼貨走了 你只是一個窮襲擊 還得我發工資 你拿什麼來照顧我孩子 我知道我現在說什麼你都不相信 你不是要出門嗎 去哪兒 露營酒店 這麼晚了你去酒店幹什麼 你沒資格知道 要是不想送就別幹了 等我一会儿 谢远 不好意思 霍先生 李总刚刚吩咐 您只是他的一个小司机 没有资格跟他进去 让我进去 我也是这家酒店的夫人 霍先生 货事已经破产 您的YP卡就没用了 博宇涵 辛苦你把新月送过来 你可以先回去了 等我跟新月会玩一样 我会亲自送他回去 那兄弟你别送 新月已经还了我的孩子 你现在的情绪而入 不就是决策 那又怎么样 放心 我会把孩子事无及出的 当一个好爸爸 到时候 你就好好看着我们一家三口幸福的生活 小林来一下暗号门 好的 我马上过来 你只要一人大价 我一个素质 你不能说 你不认为你 这个准备 然后我们送他 这个准备 他都发生了 我把他送进去 把他送进去 我需要 三辆 你一辈子都赔不起啊 不就是个破项链吗 傅清理 你和当年真的是一点都没变啊 喜欢窥探别人老婆 你那么不要我这渠道了 你给我出去 我不走 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心爱的女人 被别人勾 你已经和新月离婚了 一个合格的钱就跟他死的一样 不要恬不知识的纠缠 傅清理啊 是不是恬不知识 霍宇涵 简直是不合理喻 你给我滚 你不认识 我才是孩子的父亲 你要真是这种小人 当孩子的父亲吗 谁是孩子的父亲 我自己说了断 又找一多管闲上 用破四驱人敢夸我 他把女主妻叫过来 把这个父子给我赶出去 谁敢哄我 你赶紧走啊 顾清理 想当年我在第一路上流社会混 你 你还不是在那里面吗 不认识 一个小憋三儿家庭 也给不止提醒 我看是谁敢在解放肆 无事 不好意思我来问 把你给我护出去 快 吓了你的狗眼 你知道我是谁吗 一个小小的住宝 一个都 卧室已经破产了 我们帝都第一酒店 可不是你这种穷酸货 可以进来的 快 跳出去 干什么 放开我 信任 我会一直等你出来了 秦玲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撞开我 赶紧滚 没了 给我躲着抄 抱歉 我不知道他会突然出现 这张卡 当时我赔偿项链呢 现在是郭伟航搞坏 怎么样你赔偿 再说了信任 这个战里本来就是送给你 所以你不用 秦玲 我答应你和你出来 是因为你说要谈项目 秦玲 我从大学的时候就很喜欢你 如果不是郭伟航 我们说不定已经结婚了 我目前没有恋爱婚结婚的打算 况且我已经怀孕了 我知道你已经怀孕了 但是我会介意 我会把孩子事无疾出 我会照顾好你们 相信我好吗 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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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还喜欢郭伟航 当然不是 现在你没有喜欢的人 你干嘛出去拒绝我呢 秦玲 我已经错过你一次了 我不想错过你第二次 我一直等你接受 秦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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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秦玲我没有自己做了 你想再被丢一次 不请离我报告你 最后一天我也让你长寿费 捉出来的丝味 行了 灰花 你要再闹事的话 明不用来上班了 秦玲 这么晚了我开车送你了 正好我们聊聊新项目的事情 我会送秦玲回家 也轮不在你来上去 你自己开车回去 秦玲 我在外边等你等到我腿都麻了 我就想亲自你回去 说了 自己开车回去 没听见秦玲的话吗 他让你自己开车回去 你自己开车 放命 要害人经常杀人 必须受到惩罚 我来 请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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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 李总 各位 这次要害事件是竞争公司陷害瑞华 我们正在配合警方进行调查 瑞华一定会查明真相 给大家一个交代 李总 您说你私被陷害的 就有证据吗 没错 他是陷害 陷害 走开 任何要见的刘总 是我在英国留学时候的校友 我已经提前跟他打过招呼了 这次合作 我们财亚的胜算很大 多谢你费心了 小事 这人哪 他实力不行 他可能就要走后门了 同样是走后门 我起码能给财亚拉来项目 不像某些人 只能做一个小小的司机 哎 不是 当司机怎么了 这可是新月亲自给我调的 霍玉涵 你们安静会儿吗 本台消息 近日 李氏集团旗下的瑞华少爷 生产的药物 导致大量患者死亡 受害者家属正在瑞华调言闹事 李氏集团 目前尚未夺出公关会议 快哥 瑞华现在怎么样了 快哥 瑞华现在怎么样了 最近瑞华研究出不少特效药 很多警察公司都被打压 恨恨在心 就合起伙来陷害瑞华 放心吧 我会处理好的 你处理这么大事 我怎么能放心啊 我今天要去瑞华 你别过来 现场很危险 我会解决好的 开车 等等 秦月 瑞华现在太危险了 家属们都在闹事 而且落伤肯定可以解决好的 我们还要见刘总 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拉来的客户 清理 抱歉 家里出这么大事 我怎么可能不去啊 开车 幸福的 你要是不想去 赶紧走 别耽误我们行程 新月 赶紧回去 霍雨晗 他还有身孕 你怎么能带他来这种地方呢 是我自己要求来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不来 请大家听我说两句 我知道你们失去的家人很难过 来这里 肯定是为了给家人讨会一个公道 害死你们家人的卑鄙少人 就在你们当中 试图煽动大家的愤怒 掩盖真相 请大家一定不要被利用了 请大家再给瑞华一点时间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 我们家人失误未寒 没有那么的外星的 你们这么严重 没有一个寒东西 来对吧 我们拿来去扮大武汉 不是这样的 难道这个本地 不认为报道真正的地 我们就不认为这所招牌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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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听不听 我哥 我哥 你哥有保险 我他不会有事的 这一点 你跟我说 再给人还一点时间 好吧 我哥说我哥一个人 是 你要为你做的 还能想一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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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保护你的 我会保护你的 救命就不要救我 要不要人带到那里 救命啊 祈月 你没睡吧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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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二十歲了 我自己給 當見了沒有 不是當得好嗎 當得你怎麼不信給 當會你 給我出手 你不能當見媽不管了 你不能讓媽犯罷人 做會罷人 你覺得會罷人怎麼樣了 人已經脫離了生命危險 但由於頭部受傷 以及背部刀傷也觸及了神經 結幼可能會變成植物人 都是你給他 會的因為你都不要我這個媽 辛苦大病的公司也沒了 現在半條命也沒了 夠了 那也是你兒子的蔡馨悅 馨悅 你要不先回去好好休息 哥 你說我是不是從一開始就做錯了 如果我一開始有人要霍玉涵 是不是就不會發生以後的一切了 你沒錯 霍家對你做了那麼多殘忍的事情 你憑什麼對他們以德抱怨 我也是因為我恨透了霍玉涵 覺得自己這輩子都不會忍他 可是當我看到他再也醒過來的時候 我都真的很難受 這是個意外 與你沒關係 他是你孩子的爸 就應該好好保護你們 哥 你想不去嗎 我想一個姐姐 你快要醒過來嗎 你快要醒過來嗎 只要你醒過來我卻原諒你和你父母 你感受到了嗎 我的寶寶你在等你醒來嗎 我就醒過來 永 ним 我胡說我沒有說過 姐 你说 叫我姓鸭还叫我扶负过 她说我们的孩子也在等 你胡说八道 我什么都没有说 姐 虽然这几些人在说 但是我知道 还是在拍什么 你每天都无畏心 你要亲我 懂我 懂我 欣月 欣月 我就要成真机 你就给我走 你 既然你亲信了 那我去走 都会麻烦着 欣月 欣月别走 既然你亲信了 那我去走 都会麻烦着 等会你妈回来找我 欣月 欣月别走 虽然 你发什么疯了 你干什么 你都已经醒了 我还在这干嘛 当然是你要先来照顾我 陪你 照顾我 你虽然救了我 我很感激 但是你不要妄想用这个来调性 姐 我只想让你多陪我一会儿 我知道自己错了 我爱你 我想和遗憾我们的孩子一起好好生活 霍遗憾 我已经不恨你了 但是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误会都已经解开了 你也原谅我了 为什么你到现在还不能接受 我答应原谅你 真是不想要自己再给我累 但并不得了 但并不得了 哥 欣月 你终于回来了 后雨还醒了 嗯 她还记醒了 对了 润华集团怎么样了 放心 都已经解决好了 凶手和故意闹事的家属呢 都已经被警察 警察归案了 陷害润华的那几家要钱 都已经调查清楚了 哥 对不起 在润华最需要帮忙的时候 我不但没帮到你 还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 傻瓜 都可以一家人 还说什么对不起 不过你今天来找我 不单单只是为了热 哥 你能把霍氏集团还给霍雨晗吗 霍氏已经被各大资本瓜分了 所有权不在我手上 哥 你就别瞒着我了 我知道你为了替我出去 早就把霍氏给收够了 真什么都瞒不住你 哥 直到你担心我 我把霍氏集团还给霍雨晗 不是想让她复婚 是因为她救了我 我不想欠她的 还给她之后 我们两家就两亲了 好吧 妹妹 哥希望你能重新开始新的生活 嗯 好 你啊 替她挨了那么多的刀子 你就刚想她就胖了 到现在未来看你眼 真是太冷血了 妈 你就少说两句吧 我和她的事情我自己心里有说 你先回去吧 我会照顾我自己 没错吧 不认照顾妈 妈我会照顾我自己的 你先回去吧 馨月 你不能找我了 啊 叫我去 馨月 你过来找我 是和我复婚的吗 这是霍氏集团的转让书 这是霍氏集团的转让书 作为你做我的谢礼 你这是 你放心 从此以后李氏不会再找霍氏的 我们直接扯平了 我不要 我不要 你什么意思啊 我要的是那天你给我的承诺 和我复婚 我是过来通知你 不是来和你商量的 哎呦 我怎么会和你复婚的 我怎么会和你复婚的 馨月 你居然能从李洛莎里 把霍氏买给我 就说明你现在还是有我的 你别吃心妄想了 我把霍氏还给你 只是因为你救了我啊你 馨月 你现在肚子里还有我的孩子 这事怎么可能会扯平啊 我 馨月 我爱你 你原谅我好吗 四个银行 我懒惠 时间 馨月 你那天也在场 这么欠杆能逢的机会 怎么错过了 来 馨月 等等 任何师傅你也对不起 我还想要去保护你 但是我一点距离实在是太远 都没有过不去 没事的 都已经过了这么久了 我不在意的 馨月 我还有话想对你说 辛苦的 你那天下边就不管馨月的死活 你怎么还有脸出现他在面前的 那是被人群堵住了好吗 哎呦 我当时怎么就没有被堵住 偏偏你就被堵住了 在你心里 馨月压根就没有你重要 我懒得跟你废话 馨月我们 清凌 我们只适合做同事 我们只适合做同事 听到了没有 我们只适合做同事 我们只适合做同事 馨月 这是我送的 霍玉涵 就算我没答应清凌 我也不会和你复婚的 开车 好 好 对了 滚蛋 李总 今天霍总又给你送花了 这都是第九十九术了 揪了吧 还有这个 如果你不收下的花 他会亲自送上去的 那你就放哪儿了 丁月 我来接你下班了 你已经不是我司机了 不用每天来这儿 接你上下班 就是我最重要的 堂肠子才不嫌重 给自己老婆当司机 有什么可丢人的 闭嘴 谁老婆 好啦 走吧 阿姨啊 老婆 老婆我想要一个 苹果 但是一项不够吃 老板 钱都要了 老板谁要了 好嘞 上嘴 我要送你 好 哦 哦 我疯了 哦 哦 你带我来这干什么 等会你就知道了 人无我 四处飘零 相吸引 零靠近 无法降落 从前在岛屿 欢迎回家 什么时候录我这些啊 我一直想到家这里 幸好还没看 这些家具 做出我们当年同居的时候 我亲自不认 你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家建成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刻 也建成了我们最幸福的时刻 就在这里 让我出镜开始好 谁喜欢这个 这一次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新的气 一定会让你成为世界上最新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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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 严玥 慧玥 谁啊谁 我什么时候都干 这一次 我来进去下班了 我可以相信你吗 谢谢 慧玥 我们下次再来吧 好 我停下 我停下 你说我们下次再来 你什么时候有过我随时 刚我戏剧好的时候吧 那你什么 今天明天 还是到后天 我哪知道 那我戏剧好再告诉你 好 我随时见面